主持人還有余台人 大家好 還有各位先生 女士 大家好 今天我事實上我想談的題目是 良心對話跟妥協對策 這是一直我認為是在台灣 我們現在面臨最大的困難 事實上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上 歐盟他們在過去20多年來 一直努力的做減碳的措施 他們覺得在減碳的同時 他們覺得最驕傲的事情就是 同時能夠保持GDP的穩定成長 然後能夠維持民生經濟的繁榮 可以兼顧環境永續跟產業競爭力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歐盟也對全世界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 所以今天我們在台灣 我所想到的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做到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我今天以下的報告內容的前提 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 那個報告就是一個屁 那當然要做這個減碳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做溫室氣體的盤查 事實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對不起 玩錯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在台灣的整個溫室氣體的盤查 你可以看到整個能源 能源業佔了90.4 這大概也是全世界的一個共同的現象 就是要維持一個文明的生活 基本上我們就需要能源 而這能源裡頭呢 電力台灣佔了56.4 其他的能源產業是34% 所以我們今天要面對這個減能減碳的問題 當然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電力的問題 因為它是最大的一塊 那這是我為東河鋼鐵我們所做的一個減碳的一個對策 事實上列在中間這一塊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解放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能源的部分 基本上在電的部分 目前的水力發電也好 風機發電也好 或者是太陽能發電也好 都已經達到經濟效益 東河鋼鐵本身我們自己有風機 我們自己有太陽能 我們也有早期發電 所以每一種發電的成本 我們心裡都有個數 而目前以風機跟太陽能來講 它的發電成本已經達到經濟效益 已經是可以取代現有的石化燃料的這種發電方式 另外呢我們看到未來解決整個減碳的解放裡面呢 另外一塊就是燃料 那目前大家看到的都是氫 氫這個燃料 可以取代現有的石化燃料 當然 我把 因為這個是我在東河的目標 我們希望能夠 往氫的方向走 當然如果未來有濾安可以使用 當然它也是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 在節能減碳的最後一里路 我每次稱它最後一路就是CCUS 因為目前CCUS 但是從這三個解決方案裡面 第一個再生能源 第二個氫 第三個CCUS 你可以看到目前符合經濟效益的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再生能源 CCUS的成本 目前沒有辦法大量的使用 那是一個未來式 我們只能期待科技的發展 至於氫的部分 在當下氫的成本非常的貴 尤其是它的運輸儲的成本非常貴 那目前它的生產也不符合經濟效益 我大概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大家大概就有個概念 我們現在要用55度電 才能電解出來一公斤的氫 但是一公斤的氫 如果你拿來給它發電 它只能夠發12度的電 所以這就是現在 為什麼它沒有辦法被廣泛使用的問題 東河使用天然氣 我們自己試算過 如果按照現在天然氣的成本 我用氫 我不管它是灰氫濾氫 我就用氫來取代天然氣 那我先假設它都是濾氫 那我用濾氫來取代天然氣 居然我會發現 我減碳的一噸成本要高達180塊美金 現在EU ETS的碳交易價格大概七八十塊美金 但是我用氫來取代天然氣 我的減碳成本一噸是180 所以這兩個解放目前不可行 那這裡為什麼我會把核能 要把它寫上去 也就是說在目前去 我等一下會再介紹一些內容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不能在這個階段 就放棄核能這個選項 因為在全世界的發展趨勢當中 它變成是一個在走到精靈碳排 可能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可能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那核能有什麼 台灣今天在講說我們要多用氫能 我們要進口氫能 那我每次都要問自己 我們現在電力系統 我們都需要去集中化 我們不要中央電廠 我們要的是分散式的電廠 這樣才有更好的強韌性 那氫呢 氫是應該比較靠近再生能源那一端 還是比較靠近使用端 這個問題事實上也都值得大家來思考 那今天如果以碳排這件事情來講 事實上核電它就是一個零碳排的電 它拿來製造氫可以做粉紅氫 也是一個零碳排的氫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它會變成一個必要的過程 或許我在這裡再多囉嗦一下好了 我幫東河制定的減碳的路徑的策略 基本上能源佔東河的86%的碳排 其中電力佔75.5% 固定排放也就是燃料的部分佔10.5% 事實上第一件事情沒有什麼好說的 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 節能寫在減碳前面 就是減碳從節能做起 一定要先節能 這就是為什麼我把節能畫一個大大的紅圈在那裡 我要求全公司從節能做起 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細節都去做到節能 之後因為我剛才講了 輕能也好CCUS也好都不具備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一定要往再生能源或者是零碳的電力去走 所以呢電力就要往這個方向走 燃料呢可以電氣化的要盡量電氣化 因為那邊的成本已經具備經濟效益 所以要找電氣化的角度走 其他沒有辦法只好找替代燃料 再不行的就回來看CCUS OK 所以從剛才那個角度可以看起來 我們期待未來科技的發展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現象是 我們要從現在的現象去評估 未來這整個減碳的路徑是怎麼走的 一定未來在電力的需求已經是大幅的增加 我剛才講過了要大量的電氣化 然後呢因為要製造濾氫 所以呢會需求更多的濾電 當然在燃料的需求上呢 未來一定是逐步的減緩 因為石化燃料一定會被要求要少用 不斷的少用 所以你就知道電這件事情 在整個維持民生經濟 維持產業競爭力 維持環境永續有多重要 所以呢電這件事情是重重之重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要挑電這個事情 來跟大家報告 因為只有15分鐘 我只能講電 好接下來我們看日本 你可以看到日本 它2019年呢再生年18% 它打算到2030年要增加到 36到38% 但是這裡我們看到了 因為浦島核災的關係 所以它的核能減到只有6% 但是它要把核能呢在2030年 就是很快的未來要看到的 它要增加20到22% 大家要知道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意見的交流跟溝通 然後最後做出一個妥協的決策說 我還是要使用核能 日本是全世界唯一被核彈攻擊過的國家 所以它一定知道 所以它一定知道 可能如果今天沒有好好的管理 會發生多嚴重的問題 而就在不久之前 十年前吧 日本就發生了浮島核災 所以他們是受過核彈攻擊 又受過浮島核災的 這種事件的國家 但是他們在規劃整個國家 未來的能源策略的時候 它的考量是這樣 天然氣 在台灣大量的要建置天然氣的同時 日本要把天然氣從37減到20 當然燒煤的燒油的不用談 一定是要往下減少 所以這是日本的一個策略 那它的策略形成是什麼原因 背後一定有它的道理 值得我們來深思 再來我來談我們台灣的國發會 在去年年底剛發布的 我們的近零的一個規劃 在電力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再生人員規劃是60到70% 這全世界的趨勢都是一致的 但是因為東河鋼鐵本身也做廣告 所以我也蠻注意廣告的 最近有一個廣告用語是蠻夯的 就是只有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事實上這某種程度 表現出台灣人的一種價值觀 就是全都要 事實上在我職業生涯了 三十幾年的過程當中 我往往在做決策 從來沒有一次有全都要的這種可能性 我不曉得全都要怎麼做到 我這輩子最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全都要 我一定要做一點妥協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再生人員60到70% 現在碰到什麼問題 舉個例子來講 東河鋼鐵我們宣誓的RE30 很多人都問我什麼是RE30 你它都是RE100 為什麼你RE30 因為我認為RE30我做得到 你看台灣的這個規劃 我們到2050年也沒有RE100啊 那我憑什麼今天要去 我今天憑什麼我去談 RE100 OK 所以呢 再生人員的部分 基本上現在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今天要去買再生人員 我如果要買 Offshore Winter Mine的話 我不夠格 因為我的信用品質不夠 那我不曉得 這麼多再生人員是要賣給誰 是政府買下來再賣給大家嗎 但是目前我們的 我們的Round 3的Phase 1 又不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火力發電加CCUS20到27% CCUS成本有多少都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規模來生產都不知道 這樣的規劃事實上有點 有點脫離了實際 因為沒有太多時間 台灣的電力係數很高 這個我就不談了 我接下來來談一下核電的事情 大家心目中的核災 除了福島核災 之前最嚴重的就是三里島跟 承諾比爾事件 核電廠是長了這麼樣大的一個 龐然大物 所以呢 它的一些事情 從這個事件當中 大家學習到了一些經驗 如果今天發生了全黑的危機 發生了失水的危機怎麼辦 所以呢 那天我跟幾個記者在聊天的時候 鋼鐵人 我說這個鋼鐵人 我今天舉這個例子是說 當這個反應爐被小型化的時候 很多事情就變得可控 這也是全世界很多研究核能的專家 在努力的方向 什麼意思呢 當它小型化以後 大家最近都在談SMR SMR SMR就是小型模組化 它事實上在很多的領域都在應用 它沒有那麼多 它沒有那麼了不起 這很多 這早就在做了 重點是背後的這個東西 叫做PCCS 也就是說我今天怎麼樣幫它做到 它可以非能動人權 非能動是中國人的翻譯 我覺得它翻譯得蠻好的 因為照英文的字眼看起來 它就是被動式的控制 什麼叫被動式的控制 搞不懂 所以今天講非能動 所以非能動意思就是說 當發生濕水危機 沒有冷卻水了 發生濕電危機 沒有電能了 怎麼辦 這時候呢 我要維持這個為主體 裡面有長期冷卻的能力 所以什麼意思 傳統的核電帶著 點滴又帶著尿袋 水要從點滴進來 排出去要有尿袋出去 今天只要把你的點滴 跟尿袋減斷 那個核電廠就爆炸了 但是未來 SMR加上PCCS 它就是一個自主冷卻系統 它沒有這個危機 所以科技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 那我今天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不要讓科達軟片的事情發生在台灣身上 東河鋼鐵 我們一直不斷地研究各種做鋼鐵的製程 跟方式 因為我們要知道世界的發展怎麼走 我們才有機會跟著上 那在這個用電需求的時代 碳排最大的時代 那我要講的事情是 用電基本上來講 不能夠排除任何的選項 OK 有人告訴我時間到了 接下來我要講 只是一些妥協的一些過程 做一些決策的行程我就不講 我講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在節能減碳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不用急著幫我貼標籤 明天就說東河鋼鐵的支持核電 我支持所有零碳低成本的電力能源 為什麼 就我個人而言 在減碳的過程當中 我要怎麼樣維持既有的生活水平 是我個人要努力的 我要為我的家人努力 我不希望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的生活水平受影響 在經營一個企業來講的話 在減碳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如何維持企業的永續經營 就是經營一個企業最大要努力的事情 所以只要所有的能源 只要它是零碳的 只要它是低成本的 我們都要努力去研究 以上報告 謝謝